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不追求奢侈挥霍,但也要对得起自己 工作辛苦,生活忙碌,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不要亏待自己 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人生苦短,要好好地走一回,快乐一回 珍惜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享受自己的人生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希望总在未来 做人就要快乐一点,让心自由飞翔 忘记所有的痛和爱,做一个快乐的自己 生活不会因为你抱怨而改变 人生不会因为你惆怅而变化 亏待自己的一切就会慢慢积累在自己的脸上 优雅和乐观不会在负面的情绪中生长出来 尽量对自己好一点 生命中对自己有太多亏欠和遗憾 又如何心态平和,优雅的老去 一辈子都在忙,累着奔波着 不论多苦多累,事总是做不完 一辈子都在省着,攒着 不论多省,钱总是赚不够 一辈子都在忍着,让着,怕着 不论多么小心,人还是得罪的不少 我们一辈子都在思着,想着,感悟着 不论多么聪明,亏,还是要吃的 一辈子都在觉醒中,不论多淡定 遗憾还是有的 别为难自己,一辈子那么短,何苦呢 世界很大,个人很小 没有必要把一些事情看得那么重要 艰辛的生活,我们已经很苦,很累 无需要对自己责备 人生不如意的事,长有八九 何必强迫自己,努力过,尽心了 无论结果是否得到理想,都无所谓了 就像有一本书中所写的 就算全世界都不爱你 至少你还可以自己爱自己 习惯把自己所爱的人都放在心里 一辈子不停地为他们操劳 却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亏待了自己,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却感受不到真正的幸福 不值得 人生不易 以后的日子再也不亏待自己了 往后 善待自己 一 习惯为他人付出 忽略自己 人生在世 我们每个人都在匆匆忙忙赶路 习惯去爱身边那些重要的人 生命中 那些在乎的人就像砝码 砝码越重越容易让人负重前行 也越容易忽略自己 在爱别人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不顾一切地去付出 爱自己的时候 总觉得可以再等等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需要 时光匆匆溜走 把所有的爱都分给了身边的人 自己得到的很少 甚至从未想过 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东西 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为了让身边的人 过得更好 仔细想想 人生过得战争津津 小心翼翼 生怕亏欠了谁 可是算来算去 给了所有人 自己能够给的东西 却仅仅是忽略了自己 习惯为他人付出 习惯给予他人更多 能听到他人的任何需求 唯独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和需求 二 人生无常 亏待自己不值得 这一生 总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但总有各种理由 享受生活面前 总是让自己再等等 亏待了自己 把自己放在最后 去关心他人 一把保护伞 也会有称累的时候 一洗棉被 也有洗洗晾晒 舒展一下的需求 所以不必太为难自己 当自己感觉累的时候 也要适当去休息 也要尝试做一些事情 与他人无关 而是为了让自己更快乐 能够让日子 过得更舒服 人生中 有太多的风雨 人生不知道会遭遇多少意外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来 过好每一天 每一天都给自己一点惊喜 一些小时会 就会让幸福 填满自己的内心 能够照顾好自己 让自己开心 快乐 才会有更强大的力量 支撑自己 去做他人的保护伞 去做他人的小棉被 如果能够好好爱自己 为自己生命 做出更加美好的规划 也能够独立从容 获得更加自在的人生 保护好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事 三 往后再也不亏待自己了 李碧华说 他若爱你 不必讨好 若不爱 更不必 不必太执着去爱任何人 也不必觉得任何人 都需要自己 每一个人 都是最特别的存在 都应该面对自己的喜怒哀乐 不必觉得 为他人遮风挡雨 是自己的责任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有义务一职 对另一个人好下去 若是对方值得 可以倾心去交往 若对方不值得 也不必付出自己的真心 该放手的时候 就要放手 把心收回来 关注自己的人生 找回自己的初心 完成自己的梦想 按自己的想法而活着 会发现生命 有不一样的光彩 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过客 到底想留下什么样的痕迹 要遵循自己的内心 不要习惯于成全他人的梦想 而让自己的人生轨迹 黯淡无光 往后再也不亏待自己了 好好善待自己 好好做自己 按自己的心愿而活 现实本来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强求不来 人生需要给自己一点甘甜的滋味 不亏待自己 也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 用平静的心态 对待周围的人和事 能够找到更好的接人代物的方式 一书说 人生短短数十载 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 而不是讨好他人 人生在世 在乎的是人和事 并不是付出越多 便能好好把握 付出太多容易忽视自己 无法过得歉意和潇洒 得不到想要的 让自己负重前行 人生走一遭实属不易 要活出自己的精彩 不要因为爱情 友情 或者亲情 成为他人的配角 不要让自己 在人生中 迷失得太久 不要只顾着 向前走 人生不易 再也不亏待自己了 人生路 有短有长 谁都不知道 在哪里是终点 不要以为自己 还有太多的时间 让自己的心愿 变成永恒的等待 学会为自己而活 才能够留下 更多美好的回忆 创造独一无二的故事 也要留出足够多的时间 去感悟自己的人生 人生短暂 善待自己 遵循自己的内心 才会少很多烦恼 按照自己的本心去生活 才会少很多遗憾 不亏待自己 人生反而会更有质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木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看到大约的 usage 这是一个小蜜蜜的 它是一个小蜜蜜的 第一点 我先writing它